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他平躺之后 包括到了医院有时候医生轻轻的复位过去 这个也一般来讲不太把他诊断了前顿扇 那就说按照你普通的平墨位 再包括小孩的镇静 他不能自动消失的 就叫前顿扇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